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与颜程旭清缠16年,去年底报复合,今年初传有喜后,近16日更被报月底将在巴黎岛密婚,虽火速被双方否认,但有媒体指出林志玲曾在聚会中亲口证实喜讯。 在场的除了知情好友外,还有演艺圈大哥大姐和大老板,称密婚只是外界脑补的说法,可能只是为了保护婚礼。 林志玲与颜程旭去年11月被报同富马来西亚饭店约会,互动有如老夫老妻,但双方没人交往。 不久后传出林志玲在深夜涂晒出婚纱照,甚至传出他俩婚纱早定好。 今年过年前,林志玲请病假休养,日前她再站上舞台,原本身材鲜瘦的她幸福肥了不少。 怀孕传闻就此传开,但助理解释志玲姐姐只是吃了抗生素才多长了些肉,否认游戏。 经微博网友爆料,颜程旭三月底包下巴厘岛阿亚纳酒店举行婚礼,新娘应该就是林志玲。 颜程旭方面称误传,说颜程旭之后要去内地工作,林志玲则表示要去欧洲工作,默契十足同步撇闪婚传闻。 然,据《太美八卦》周刊报道,林志玲曾在聚会中向好友亲口报喜,且演艺圈资深前辈,某企业老板也在场。 推断两人不认迷婚,应该只是为了让婚礼低调,圆满进行,不被打扰。